香港明报前总编辑刘靖途遭人砍伤 明报总编辑张建波在电视台节目中表示 刘为人温和很难想象会与人结怨 看断一定与过去的新闻报道有关 中国大陆知名异议人士曹顺利 去年9月14日计划前往热内瓦参加人权知识培训时 被告知不能出境 自此曹顺利就处于完全失踪状态 有人今天表示遭当局拘押的曹顺利 由于无法接受适当的医疗造成器官衰竭 只剩下几天的生命 加拿大前司法部长联邦议员Erwin Kotler 提出十点行动计划 为人权受到侵害的人们打破沉默 其行动计划之一就是要让联合国 把中共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开除 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家辉今天卸任 洛家辉日前在卸任记者会上 不改其直率改言的作风 敦促中国大陆当局要重视言论 集会与宗教自由 中共官媒发表文章 遏止洛家辉是帮助盲人律师 陈光臣离开中国的导盲犬 引来大陆网友一片虚声 现场染色电视整理报道